嗯... 好,這不是開場音樂 這是我把奶油跟鮮奶油的部分 先拿去做微波加熱了 好 那為什麼要微波加熱呢 原因就是 我們今天要做的這個蛋糕 就是叫做 我把它叫做 黃式巧克力蛋糕 因為裡面用到的巧克力很多 鮮奶油也很多 好,那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巧克力的蛋糕 要用的膜就是這個膜 直角的 直角的 好,不像一般的烤膜 這會有斜斜流 沒有,這是直角的 直角圓形烤膜 這很適合拿來做生日蛋糕用 那像這個的話是12公分 就我手掌的大小 非常的可愛 所以如果做成那種 一般有些人可能稱叫做 補丁巧克力 或是什麼經典巧克力之類 這些蛋糕的話你用這個做 然後上面再撒個 防潮湯粉 綁個斷袋 好可愛 送給人家吃就覺得 哇,一人份吃 一個人吃一人份這樣子 真的很棒 好,今天跟大家講 首先我們材料有這些 就是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 鮮奶油 跟發酵奶油的部分 然後呢 這是戚風的做法 所以我把材料歸納成一根 就是蛋白跟糖 蛋白跟糖 糖多的是在這邊 蛋白跟糖呢 是我們等一下用KEY這邊打發 然後 因為這是戚風的做法 所以 蛋我用了7克的量 因為看人家蛋的大小顆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說我想要做這個6吋 6吋蛋糕膜 然後這個是屬於4吋的 我一次要做這樣6吋兩個 這個 這個小的是4吋 4吋兩個就等於6吋的量 所以呢我要做6吋的兩個 就是大概是6顆蛋 或7顆蛋的戚風配方 好 不過這個只是 呃...參考的比例 那首先開始就是 我們先把鮮奶油 跟花下奶油的部分 先加熱 那我這邊會先把 呃...蛋黃放進去 好蛋黃放進去 那為什麼今天這邊會有一點點糖 一把我做戚風 蛋黃這邊我不擺糖 原因是因為呢 我這邊要先把蛋黃給打發 打發喔 聽到沒有 打發喔 是打發 那我們就開了 讓它 好 好 好 我先用AO來打發蛋 打發蛋黃 這是蛋黃打發的部分 然後你可以把它打到有點泛白 這樣就OK了 好 那接著它在運作的同時呢 我就先把巧克力放進來 加熱的鮮奶油這邊 然後這個有點類似那個 呃...之前在做的生巧克力 好 就慢慢慢慢慢慢的攪拌它 輕輕的 輕輕的 對不對 我要跟妹妹說 你要輕輕的 你妹妹有時候很突如喔 然後動作就很打 那我們就輕輕的攪拌 然後你看到沒有 它其實已經慢慢融合了 好 輕輕的攪拌 欸我個性極了 所以我講輕輕的 其實我還是很快 好 沒關係 反正就是你把它攪拌均勻 混合 好 大概像這樣 然後呢 要這樣子 好的沒有 好 那我們蛋白打發部分 我可以稍微加快一點點 那接下來我就要先 拌均勻粉 其實有一些動作 呃... 前後是綠粉有關係 那什麼 我不是很懂 那我就想說先 看綠粉 卡克力這邊先看綠粉 那有些人是先混了之後再拌一點 OK 那這裡面呢 有可可粉跟鐵筋麵粉 那他們的優格其實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說 我跟本來講 用的很高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蛋糕真的很巧克力 如果很喜歡吃巧克力的人呢 可以出來吃 你一定會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像以前我在 呃... 我還不會學過蛋糕的時候 我還很喜歡吃純的巧克力 可是到路都沒有賣 我就很生氣 好啦 幹嘛生氣 你不要生氣 就是你會覺得你很想吃個巧克力 那為什麼就是沒有利賣 這種純的巧克力蛋糕 好 純的巧克力蛋糕 然後混合之後大概像這樣子 要不要加速讓他們 讓他們吃 那這邊呢 我就放蛋白水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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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我們青棟蛋糕 擺花蛋白水澡 先不要加糖 先不要加糖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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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燥 油 所以我们已经做好一下的手术了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普遍巧克力的配方 不过派源信我们家吃的口味比较甜 我们家喜欢吃苦甜 然后比较不甜很巧克力的 所以我的用量一定很重要 我有感觉 好 这个糖稍微有打开一点点 我们再做 再做一些 好 两台都在做了 全速前进 go no go 好 那我刚刚已经有鱼鱼在烤了 也烤得太好了 好 也烤得太好了 然后用的模拨也是一样 两个 两个四寸跟一小六寸的配方 六寸很高 好 那我刚刚在做的时候 其实我有铺这个烤杯子 可是我后来想想其实不用 因为 呃 它的西方的做法 所以不用铺 那出五之后 因为我们这个是分铃膜 所以 就很容易就成功 好 那首先我介绍这个烤膜 有一个好处是 它是直角的 对不对 直角的烤出来 但不要弄得很紧 很漂亮 而且是 它是有分铁的片 它有两种 一种是肚鸡膜 一种是活动膜 肚鸡膜就是这个 这片不能拿起来 活动膜 是像这样子 这片可以拿起来 那这一家的膜 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 后面这边有点点 你看到没有 它把它折起来 所以不想走 这次客人推荐给我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说 有人他买了铁团的 然后在洗个过程 然后说 就割到了 你知道吗 然后割到你还不知道 因为这边 我现在设计了很利 我知道 结果等到你发现 有时候 天哪 我怎么满手鲜血啊 我变成做人肉蛋糕了 好 所以呢 我自己觉得 这款铁团的用法还不错的 然后铁团也很好 铁团也很好 铁团也很好 好 这边 可以提的 好了 慢慢做的可以提的 然后我们就把它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拌均匀 蛋白的部分 我把它打到益性泡泡 其实有度计计很方便 所以你就不用 我覺得畢竟手持雖然是電動的 可是手持的那個感覺還是不一樣 你手還是一直要盲著 然後呢就變成說你要拿著 然後有時候你遇到那種打花時間比較久的 比如說像拳彈可以打十分鐘以上 天啊你的手要斷掉 然後呢這時候 我們先把這邊給拌勻 這很柔稠喔大家注意拌 有沒有慢慢拌勻 好再均勻之後顏色均勻的就ok了 好像這樣子 那這邊呢我蛋白打花我就加快速度 因為我口上的鐵堆的事情 加快速度 那我糖就可以慢慢加 這時候我的蛋糕好了 因為它必定照了 好 我蛋糕好了我先去拿 有點危險 我先去拿有點危險 可以蛋白打花就能夠過頭 我們先不要好了 我先把這個煮好 蛋白打花就能夠過頭 好 確認一下狀態 嗯還是偏軟 嗯還是偏軟 我再打硬一點 非常好 其實你蛋白打久了齁 你大概觀察它的那個表面上狀態 你就知道說 是不是已經打好了 來 跟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蛋白如果一旦打好的話 其實表面是很光亮的 好 然後光亮很細緻 那這時候拿起來的話 蛋白拿起來的話 我建議你是自己再 用手打把它攪均勻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 剛剛你用機器打的時候呢 基本上 它打出來的泡泡可能會比較大 因為它 它是機器 所以呢它速度比較快 然後打出來泡泡就比較大 那我們用手這樣子 把它拌均勻之後呢 它的氣泡會比較 會變小一些些 OK 那接下來就過來 不要問我是不是三分之一 我覺得 那個只是大概的比例 我不喜歡被限制那麼多 好吧 蛋白放一部分進來 我們就慢慢拌 慢慢拌均勻 把蛋白拌進去我們的 巧克力麵糊裡面 這時候我烤箱一定要先預熱喔 好不好 那我剛剛烤的蛋糕也出爐了 所以你們要等我一下 我們把這個放進去之後呢 我就可以脫模給你們看 那因為巧克力麵糊的部分 比重真的很高 它很濃稠 所以你要把那個 比重輕的那個蛋白 放進去其實不太容易 那你就是要很有耐心 慢慢來 不要急 好不好 不要緊 火車還在 媽媽說 你是在關火車喔 沒有啦 好不好 我朋友吃巧克力控 超愛吃巧克力的 所以只要有巧克力蛋糕 就趕快通知他 然後有另外一個叫鮮奶油控 所以只要有加鮮奶油的一定通知他 他馬上可以幫我解決掉 好 你做這麼蛋糕 有人說 你做這麼多給誰吃 拜託喔 我的時刻真的很多 每個人的專長不一樣 好不好 裡面不乏是螞蟻人 但是我都跟你們講 吃我的蛋糕 不太可能會很甜 所以 沒辦法 請你們配合我 好 拌魚這邊真的要很有耐心喔 因為 不容易拌 好 把這個放後面 然後呢 烤膜就趕快拿過來 其實巧克力的部分齁 你要小心 就是在做蛋糕的時候 很容易遇到消化的問題 很容易遇到消化的問題 所以 我們在做的時候 真的要很注意 這中間的一些小細節的部分 然後 怎麼樣才能做成功 那我只能說 那我只能說 多多練習 那你看我的巧克力其實 還好 不太怎麼敲泡 好 我沒有做夾 因為我很懶得剪片 所以我都是 一鏡到底 好不好 好 我們從高處這樣把它摔下來 妝大概八分滿就可以了 因為它等一下會膨 它畢竟還是蛋糕 它一蛋的用料真的很 很多 所以呢 它還是會膨 你不要把它裝到很滿 好 好 好 OK 但是呢 我覺得這邊有點多了 所以我媽也要過來 你不要以為很奇怪說 你的舌頭在裡面 拜託 等一下這些蛋糕會烤 好不好 不要太緊張 這時候就不用消毒了啦 對不對 而且我剛剛 我剛剛手也是很乾淨的 我都有洗的 好 好 大概像這個程度 我們大概就是 八分滿左右就好了 因為這個配方就是這樣 等一下它會長高 那長高之後就往旁邊那個 好 OK 好 這時候呢 麻煩你把它輕輕摔掉 因為我這是分底膜 你不要很大力的摔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準備要入烤箱了 那 我把一個 挖一個剛剛烤的給大家看 好 縮下去囉 好 你看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剛剛烤的 這是我剛剛烤的 然後呢 本來要長高 但是後來好像 因為我放了烤紙的關係 所以它整個就縮下去 好 不囉嗦 我們先把這個烤膜放進去 我來跟大家講說 怎麼樣去 怎麼樣來裝飾 等我喔 這時候呢 等我一下 唉 我剛剛烤的蛋糕好了 在這裡 然後呢 麻煩設一下 30分鐘左右 欸 30分鐘 我要烤30分鐘 好 那 看一下我們剛剛烤的蛋糕 已經孵魯了 登登 噴 盆子先都不用擬擦 盆子都不用擬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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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齁 好 這時候你是生 就是你要接觸食物 麻煩這時候就真的要消毒了 好不好 因為我手才能直接碰到 這個蛋糕 我可以直接這樣拿起來 為什麼 因為我剛好出那個紙 即使我不是分離的膜 不是活動膜 我也OK 因為我紙可以 紙 在這邊 看到沒有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就把它 分開了 我忘了測試它有沒有熟 應該是OK的 非常乾淨 非常乾淨 好不好 大概跑30到35分鐘左右 然後呢 就像這樣子 我們把它拖磨 那因為它齁 其實沒有什麼粉 我們用的粉的量 真的真的很少 所以呢 它其實 會塌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會塌 會塌 再來拍一張 這樣子 好 不要玩太久了 沒有時候玩一玩 好 記得齁 背部撕開來 慢慢再放回來 那這種巧克力蛋糕 其實最簡單的 裝飾方式就是 什麼 撒糖粉 記得是要用 防潮糖粉 好不好 防潮糖粉 那你都看到 其實 以這種烤膜來講 你要直接放著 讓它去接觸那個烤膜 然後抓的 像西風那樣 會比較甜 或者是像這種 放烤焙紙的 也是OK 烤焙紙也是OK 也很漂亮 那記得我們背面 把它撕開 你看 好 看 那至於這樣子我會放的是 因為我等一下很方便移動它 好 再來這個大的 一樣大的這樣移過來 是不是很方便 像我烤還沒蛋糕的時候 我就不喜歡噴油 因為噴油的時候 第一個如果你是固定膜 你要噴油 然後 你要怎麼取出來 你要倒扣 然後手又要直接摸到那個蛋糕 就羞混混 你看 好 然後像這個大的椅子 我們就把它分開 你看 有沒有很方便 然後從這邊 從這邊撕開 看到嗎 從這邊撕開 然後側邊就很漂亮 很光滑 好 好 以後呢 練我的鐵砂掌嗎 喔好燙喔 好小心 好啦其實沒有 那我們先把這個桌面蒸一下 烤門還是會燙 那用烤焙紙一個好處是說 你就不太需要很認真的去清理 那個 痾 清理那個烤膜 因為它其實就不在 不太會去碰到 有人叮咚我 真是的 是誰找我呀 好 然後我的防潮糖粉放在哪裡 糖粉罐裡頭 防潮糖粉放在糖粉罐裡頭 這個之前我沒有糖過過 非常非常好用 因為它的網洞是很細的 所以撒出來就會很漂亮 那我簡單的裝飾就是這樣 撒糖粉 給大家看 嚇我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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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早上有個好處就是說 剛剛我們用洞 用那個竹籤插那個洞 以後不見了 好 好 也沒有很讚 看起來就還不賴 好 沒有 炒下糖粉就很細 記得用防潮糖粉喔 不然我可以先拿 然後等我一下 然後呢 我必須來切蛋糕了 我必須來切蛋糕了 我隨便找一把刀 因為我的刀被擋住了 我們來切蛋糕了 這個冷卻家也不錯喔 記得放蛋糕到冷卻的時候 用這個筋子 好 好期待 你看沒有沾你了 就熟了 我們切一小塊來吃 馬上來吃 你看很熱切的 現烤馬上出你的 現烤的 現烤的 如果很漂亮 真的 真的還不賴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的蛋糕就出爐了 有沒有很完美呀 好 我先試吃給大家看嗎 好期待喔 等我一下 我覺得我不應該那麼罪惡 我應該吃一半就好了 第一次 在大家面前 試吃蛋糕 好 我們看一下它的組織 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看得清楚嗎 這樣子 給大家看看 好不好 很細緻 好 應該很好吃 我吃給你們看喔 嗯 嗯 有沒有喜歡我們在裡面 嗯 好好吃喔 好 謝謝 示範完畢 記得 最後烤模 是 人妻指角烤模 好 人妻推薦的指角烤模 真的很好用 那這個蛋糕又很簡單 烤巧克力氣候 沒有消泡喔 沒有消泡 真的沒有消泡 好 這樣完成了 然後我們把它裝盒子之後呢 就可以送出去了 來 你看 一般我們是裝這個盒子 然後呢 我就把它放進來 好 等冷卻之後 把它放進來 這樣子 就可以送出去了 對不對啊 好 我們要等冷卻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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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